嘉兴人製作熏青蛙 為何要用核仙來搭配 好幾層的核仙 非常非常 想烹出白水魚的製仙之味 要用到哪些烹飪神器 我感覺您做菜 怎麼感覺像化學課一樣 烹製蟹粉美食 要劃著木桶 去採什麼當季新鮮食材 不行 我要飄走了 大姐 飄了飄了飄了 味道調查員 帶您走進浙江嘉兴 品味水香小成的食命之仙 嘉兴人餐桌上的美食 總與食節的變換深度掛鉤 當地人總會遵循著自然節氣 期待著與各種食仙菜的一期一會 看似簡單的美味 卻是嘉兴人緊跟食節的烹飪智慧 嘉兴人製作熏青蛙 為何要將青蛙腿盤起來 我現在終於明白什麼叫快樂的小青蛙了 整天無憂無慮的就是跳 成就秘製白水魚鮮美滋味的毒色配料 究竟是什麼 黃蟹是最重要的 我現在的靈魂 烹製螃蟹菜肴 拆蟹取肉的妙招是什麼 這個螃蟹真的是張牙舞爪地對著我 它現在擺足的價值要跟我幹一下 應食令尋美食 品嘗大自然的原汁原味 探尋嘉兴美食的極鮮滋味 味道調查馬上開始 嘉兴西唐千年古鎮 船游春秋水滷搖吳月峰 讓人產生無盡的遐想 徜徉在窄窄的弄堂和幽城的廊棚裡 一道道令人食欲大開的食令尾食 起一個仙字了得 聽當地人說 在西唐的街邊有一家小館 隱藏著一道特別的和鮮美味 我叫范茄軒 是土生土長的西唐人 我們小時候幾個朋友到河邊 找小魚在河邊吃 現在歲數又大了 還是這個樣子每一星期聚一次 找回了童年時代的回憶 范雪縣是這家小館的大廚 擅長風質各種和鮮 又到了老友們相聚的日子 范師傅照例要製作一桌好菜來招待 其中有一道當季的美味是必不可少的 那到底是什麼呢 范師傅 跳的那是什麼 是青蛙 青蛙呀 對 我還頭一次見了這麼多青蛙 咱們去看看吧 我看您這工具都準備好了 咱這個青蛙怎麼抓一般 我們用竹竿 這是要釣青蛙 對 那咱們在這個竹竿上綁東西 它能上來嗎 能上來綁上蚯蚓 吸引 竹竿的一端綁好細線 在細線的底部 寄上蚯蚓做耳料 范師傅說 讓蚯蚓耳料靠近目標 在15厘米內的距離上下擺動 青蛙被蚯蚓耳料吸引 就會咬住不放 自願上鉤 可我反覆嘗試還是衣無所獲 范師傅 天啊是不是太冷 咱可能用這方法不太行吧 換個空去用網兜吧 網兜就直接照是吧 所以我們要在它的前方 照著它一擊必勝 我現在終於明白 什麼叫快樂的小青蛙了 整天無憂無慮的就是跳 啥啥了 兩隻 兩隻 這個糖裡大概有多少隻 有七八千瓦 這麼多個糖加在一塊 好幾萬隻 好幾萬隻 那咱們這幫老百姓 是不是都是靠養殖的青蛙制服 是的 你要說七八千隻 我要不抓著幾隻太丟人了 范師傅說 天氣一冷 糖裡養殖的青蛙會不願意進食 換帶有手柄的圓形網兜 也許更容易抓到 成年的青蛙會變成綠色 有利於它偽裝隱藏在水塘裡密食 但當你稍微走近 青蛙受驚就會猛的一跳 這一跳可以跳出遠超它體長的距離 所以用網兜抓青蛙必須要眼疾手快 提前預判它的走位方向 瞬間下網迎頭扣住它 這次你可跑不了了 終於讓我抓著一個 來 看它往頭裡還在跳 這種養殖的青蛙學名黑斑厕蛙 它的背部光滑 有著深褐色的花紋 是一種當地廣泛養殖的經濟動物 范師傅說它烹飪青蛙 還得捕獲一些食令和仙來養殖搭配 你看這天功作美 這天又晴了 這個您教我怎麼用 這樣撐開 對 一個手先把那個網勾住 先勾住 就甩出去了 跟釣魚甩個二一樣 要撐著肚子 借力 借力用力 三二一走 我嚇了個寂寞感覺 這感覺沒甩出去 不行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這種兩端有竹竿的網 叫絲網 是當地一種傳統的撈仙工具 下網時要雙手撐開竹竿 竹竿的一頭頂在腹部 依靠腹部和手臂的力量 將竹竿的另一頭下到河裡 可以最大程度增大網的捕撈空間 收網時要把握好力度和角度 把整網核仙緩緩兜起來 看見魚了 來 這螃蟹 這個是什麼魚 這是 一條魚 大家看這個魚還挺漂亮的 這個是什麼魚 這是龐皮魚 這個小魚長得還挺可愛的 對 這還有點小玩意兒 對 這是河蝦 這叫鉗子是吧 鉗子 這是螺絲 你看這隨隨便便一網 就撈出來這麼多河仙 這個池塘裡看來全是寶 我們得好好挖掘一下 嘉興河網密布 河仙種類豐富 范師傅又用一種特別的捕撈工具絲網 收穫了滿滿一兜 白條魚 糖皮 小蝦 螃蟹 螺絲 蟹子等食材 他會怎麼用這些核仙與青蛙搭配 烹出美味呢 好 范師傅 青蛙還需要再處理嗎 內臟去掉 你看這麻雀雖小 五臟俱全 對 還要把腳剪掉 還要盤起來 如果你不盤好個 它趴著很難看的 就像盤腿一樣是吧 樣子還挺可愛的 將處理好的青蛙剪掉腳 青蛙腿盤在一起 在保證造型美觀的同時 還能在之後烹製時 讓蛙肉不會散掉 盤好的蛙肉加入洋蔥 薑 黃酒和鹽 醃製約十分鐘 去腥入味 之後就入鍋焯水 鍋內加入菜籽油 洋蔥和薑 放入超過水的蛙肉煸炒 加入料酒和鹽調味 范師傅說 這才僅僅是製作這道菜肴的開始 後面還有更關鍵的步驟 咱們後邊準備怎麼做呀 青蛙 我拿什麼學校的 放荷葉 荷仙 這個操作還真是沒見過 范師傅竟然要用荷葉和荷仙 來熏製青蛙 這究竟是怎麼個熏法呢 放油 嗆鍋是吧 洋蔥 白糖 荷葉放上去 再放荷仙 先放哪個 這是螺絲 鹹子 對 這是小蝦 然後這個小魚 好 放個螃蟹 好 最後咱們放點這龐皮魚 這是我們上午撈的 很鮮的 這滿了滿滿的好幾層的荷仙 非常非常豪懇這個菜 放入菜籽油 洋蔥和白糖嗆鍋 鋪上一片有孔洞的荷葉 調料的香氣可以通過這個孔洞 飄到上面 再依次馬路螺絲 鮮子 白條魚 和蝦 糖皮 螃蟹 螃蟹 小火加熱後 各種荷仙流出的鮮香汁水 匯聚到鍋底 這時把蛙肉放在最上層的壁子上 繼續小火熏至十分鐘 非常好 曼師傅 您之前說您小的時候 撈和仙 抓青蛙 還是小時候的味道 從前來回憶 有幾個小玩伴吧 對 但現在不能叫大叔 叫老男孩去 對 咱們這個菜差不多了吧 香味都出來了 香味出來了 聞起來真的是 就是勾人食慾 青蛙肉本身的這個質地是非常鮮嫩的 鮮嫩的 通過這個燻的這種方式 有一種焦香味在裡邊 還有我們這個和仙的這種鮮味在裡邊 這個菜做的有點絕 燻好的蛙肉焦香誘人 鍋底散發的焦糖香 一層清淡的荷葉香 各種和仙汁水散發出的鮮香 再加上蛙肉本身的脂香 多種香氣在鍋中混合螢繞 賦予了最上層蛙肉獨特的複合香氣 鮮上加鮮 是這個季節餐桌上獨有的美味 和仙燻青蛙已經做好 飯師傅開始烹製其他菜品 白灼和蝦 肉質軟嫩 味道鮮甜 蝦皮炸酥後 撒上椒鹽爆炒 既是解馋小食 也是下酒好菜 醬爆螺絲 滋味濃郁 色香味俱全 蔥油鹹子 鹹中帶甜 極為鮮嫩 經過油炸的白條魚 酥香酥脆 還有清蒸的河蟹滋味鮮嫩 你小時候抓和仙比你黑了他多 就是從小就是這樣的生活 現在我們就剩下吃的 他就剩下做的 你們老哥幾個分工明確 有人是專門負責到大家笑的 有人是專門負責喝酒的 有專門負責做菜的 這個太好了 是 少年去世 兒時滋味 值得用一生默默甩步 用一生 慢慢品味 心情激怒 有嗎 有有有有 運氣爆棚 黃酒跟魚啊 真的是完美搭配在一起 明目虛傳 作為一座水箱城市 嘉興人的餐桌上 少不了河鮮的身影 廣受追捧的河味鮑魚 表層是脆脆的膠殼 內裡是極鮮的草魚肉 用鰻魚製作的冰糖鰻梨 既能吃到鰻魚的鮮嫩口感 又能品嘗到醬汁的濃香 有著奶白色絲綢質地的 鹽魚頭湯 在沸騰的時候放入魚丸 讓湯的鮮美再提升一個高度 還有肉質緊實飽滿 富有彈性的小龍蝦 不管是清蒸冰鎮 還是糟製 路口乾香鮮甜 別有一番風味 在當地還有一種河鮮 堪稱仙界蕎蕎 想品嘗到它的美味 就要找到一位遠近聞名的大廚 我叫彭信飛 NGO菜品已經有十幾年了 要想把菜做的好吃 一定要精確到一絲一毫 多一點少一點都會影響到整個菜品口感 對 河鮮正肥 彭大哥準備選取一種特別的河鮮 邀請老友們在遊船上賞美景品美味 那麼這種特別的應濟河鮮 到底是什麼呢 那咱們主要是要什麼魚 我們一天下網 能不能撈得到這個魚 大哥您負責下個網 對 辛苦了 對 下的這個網是屬於什麼網 它是屬於撒網 一種拋網 拋網的方式 對 就相當於我們手扔出來一個拋物線 撒網時 拧腰 轉身和抖腕的動作 要一氣呵成 看準選好的位置 約15度的羊角 將魚網用力向目標點撒下去 再慢慢放網 但彭大哥說 能不能撈得到想要的魚 全看運氣了 我們看一下運氣怎麼樣 心形激動 現在 有嗎 有有有 有有有 這個魚 運氣爆棚 這個魚是什麼品種 這是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白水魚 魚塘裡養殖的白水魚 學名叫做俏嘴紅薄 其魚體狹長 細骨細鱗 表面螢光閃爍 彭大哥會怎樣烹製白水魚呢 咱第一步怎麼處理 開背 是吧 摁住這個魚的身子 然後用刀橫著下去 後面下一步我們就是把這個 中間這個魚骨給它去掉 用這個刀刃卡住這個魚尾的這個地方 那這邊我可以試試嗎 用後面來往前頂 往前推 你別說這魚骨還真不好去 它是個硬 處理好的白水魚進行改刀 從魚頭開始往魚尾部位推刀 再用刀刃卡在魚脊骨的部位 順著魚脊骨的走勢 從兩邊分別向下滑 就可以取出完整的一條魚脊骨 切掉魚鰭就可以改花刀了 刀口斜入順著魚刺 把兩邊的魚肉按照間距離 約一厘米的寬度切開 切好後整條魚仍然連在一起 形狀完整且方便入味 非常漂亮啊 感覺像長的翅膀一樣 後面要醃漬 我們先調一個鹽水 然後把蔥薑 蔥薑加點 去腥增香 看它鹽度夠不夠 就要用到這個了 這是什麼 它這個叫鹽度表 龐大哥他需要這麼專業嗎 第一次做菜需要用到鹽度表 白水魚肉質鮮嫩 醃漬時 為了避免鹽度過高 使魚肉水分流失 龐大哥就會用到自己的一個神器 鹽度表 先用濃度比較高的鹽水 醃漬約一個小時 可以去除魚肉中的血水 此時的魚肉還沒有入味 洗淨後還要降低一些鹽的濃度 再醃漬約三個小時 為了防止用較高濃度的鹽水醃漬 會使魚肉顏色變暗 因此最後要再將鹽度降低 醃漬約兩個小時 這樣經過三醃三洗的魚肉 依舊嫩滑 富有光澤 一般的魚如果醃漬很多次之後 它這個顏色都會不好看 經過了三醃三洗之後 尤其在陽光下一照 你看顯得特別水靈 水靈 現在還要再加一些東西 黃酒最重要了 靈魂 加一些蔥薑 然後這個馬放得很整齊 黃酒現在加 要用這個神器加 這個是好像是做實驗用的那個 對 我感覺您做菜怎麼 感覺到像化學課一樣 您是不是上學的時候化學學特 差不多 彭大哥烹魚又亮出了 他的第二件神器 燒杯 用帶有刻度的燒杯 拿滴管取黃酒 兩千克的白水魚 需精準滴加到八十毫升 這是彭大哥經過反覆琢磨 研究出的最佳黃酒用量 加入適量的陳年黃酒烹製白水魚 既可以凸顯魚的本味 又能扣出酒香 再放入胡椒粉 淋上菜籽油 上鍋蒸製約十分鐘 一道蜜製白水魚就做好了 此外 彭大哥還製作了醬香十足的 紅燒白水魚 滋味濃郁的剁椒白水魚 還有其他蕩季和仙菜品 佳肴上桌 老友齊聚 熱鬧的嘗鮮聚會在遊船上拍席 那咱們大夥品嘗品嘗 來來來來 這個魚肉非常非常細嫩 感覺在入口那一瞬間 用嘴一抿就可以化掉 黃酒跟魚真的是完美搭配在一起 蜜製白水魚 明路虛傳 蒸好的魚肉細嫩軟滑 入口即化 細微的黃酒香進入魚肉之中 一味增鮮 極鮮的滋味讓人唯唯無窮 我們在船上吃飯 有一種美好的感覺就是 船在水上走 人在話中游 說得太好了 那為了我們今日的相聚 我們乾一杯 來 乾杯 來 香腰好友 夜坐遊船 品嘗當季和鮮美味 這是水香嘉興的獨特韻味 我感覺我剛才經歷了一場 緊張刺激的一個冒險一樣 個兒頂個兒肥 而且感覺牠們在裡邊 特別地活躍 在嘉興還有一種深得食客們青睞 和追捧的食令之仙 會定時登上嘉興人的餐桌 那到底是什麼美味呢 吳大姐 我來找您了 小特你來了 踩的是鈴嗎 南虎鈴 嘉興南虎鈴 您那坐在一個桶裡踩嗎 是啊 小鈴桶 在這個桶裡能控制得了平衡嗎 不會翻嗎 這個桶 穩定的中文 不要緊的 一群身著蘭花布衣的鈴娘 坐在橢圓的鈴桶裡 三三兩兩 自如地穿行在一片碧綠的鈴葉間 雙手翻開 浮在水面上的鈴葉 指尖輕輕一掐 躲在葉子下的鈴角 就被踩摘下來 顧金英 踩鈴對鈴娘 每到南虎鈴收穫的季節 是她最為忙碌的時候 我看這是有一個 那我試試啊 盡力而為 兩個手爬在小鈴桶中間 小鈴桶中 這樣子爬就行了 不知道你我重心怎麼過來啊 腳踩中間爬到這裡 現在回身都在哆嗦 布班大伙兒在那 試試啊 試試 對 這樣子就行了 你能不能扶我一把 不要緊的 小踩中間就用力了就行了 別動啊 別動 好 那個腳踩過來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 來了 不要緊了 好了 不要緊的 我兩個手是爬到這裡 還有一個手爬在鈴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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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 不敢 放手放腰腰筋帶 好 中文了 還真坐上來了 不瞞大伙兒 我現在是一點不敢動啊 不行 我要飄走了大姐 飄了飄了飄了 看著顧大姐輕輕鬆鬆的 就能保持鈴桶的平衡 可我上了鈴桶才發現 想要自如駕馭這小小的鈴桶 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僅要控制鈴桶不要翻掉 還要不斷拖開鈴葉 採摘鈴角 繼續前行 這既是技術活兒 也是力氣活兒 我感覺我剛才經歷了一場 緊張刺激的一個冒險一樣 我現在覺得採鈴人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們習慣了 這個南湖鈴怎麼採啊一般 拿起來就是摘一下就行了 我剛剛好看 我覺得這種控制不住自己的感覺 真的太嚇人了 這個鈴我平時見到是尖的感覺 南湖鈴不就是圓圓的 我嘗嘗啊 嫩嫩的甜甜的 而且水分很足 腳也還很脆 大姐我第一次就能上來 是不是還挺厲害的 厲害 棒棒的 嘉興水系發達 盛產鈴角 這裡生長著一種五角鈴 南湖鈴 外形圓潤 皮色翠綠 鈴肉呈羊枝白色 入口脆爽 清香甘甜 也有一番風味 顧 Als 布大姐告訴我 鮮嫩可口的南湖鈴 搭配當地另一種食令食材 就能成就出一道食仙菜 那會是怎樣的一種鮮美滋味呢 唐大哥 要補點什麼呀這是 待會你就知道了 早上下去看看 這水深不深 不是 沒事 咱第一步怎麼做 我先插這個竹竿 這竹竿是起一個固定作用的 這個網還挺長的 你看 這邊深了呀 大哥 不深的 不深的 放心 這邊給我腿都吸住了感覺 唐國對於養殖各種核仙 它算得上行家 長長的地籠 一頭用竹竿插在岸邊 拿著地籠向核塘中間走 邊走邊放地籠 到了河中心 把地籠的另一頭 也用竹竿插好固定住 唐大哥說 下好地籠後 等待約一個小時 就會有小傢伙們自投羅網 那會是些什麼樣的收穫呢 唐大哥 能不能解開看看了 可以啊 好 下面就是見證奇蹟的時刻 來 大家看一看 三四隻啊 個兒頂個兒肥啊 大哥 這是什麼蟹 荒胡蟹 這樣的 這個螃蟹真的是 張牙舞爪地對著我 他現在擺足的價值 要跟我幹一下 原來要捕獲的是 嘉興有名的特產 焚胡蟹 養足八九個月的焚胡蟹 蟹肉口味偏甜 蟹殼清灰 齊不飽滿 色鮮味美的焚胡蟹 有多種吃法 鮮活的焚胡蟹 只需上鍋清蒸 便是絕佳致味 當地人也喜歡用熟醉的方式 讓蟹肉帶著淡淡的酒香 還有焦香四溢的石鍋蟹 蟹殼燒到焦黃 內裡卻鮮甜無比 如此鮮美的焚胡蟹 會如何與南狐齡搭配呢 我叫孔萬福 研究南狐齡燕已經有十幾年了 我喜歡不斷地開發 把我們本地特有的食材推廣出去 每年到了南狐齡採摘的孔大廚 總會坐上一桌南狐齡燕 邀請採靈隊員們一起品嘗 這次孔大廚會亮出他的什麼拿手絕活呢 那咱們準備做過什麼大菜 你先跟著我做吧 先把蟹放在鍋裡先蒸吧 我們先把這個菱角的肉給它剝出來 焚胡蟹放在鍋裡蒸十分鐘 就可以包南狐齡了 南狐齡切開一個小口 順著開口向下包 南狐齡包開外皮後 就會氧化變黑 為了保持純白色 就要馬上放入冰水中保存 孔大哥 這是什麼呀 專門切蟹 咱們這個蟹怎麼拆 這個繩子你給它去掉 我們把這個蟹腳 一隻隻腳給它去掉 這個東西是這麼用的 好用好用 然後把肉一貼 直接就把它腿部的肉 全部都給推出來了 這個給你試試看 試試看 好玩 所有的肉就這麼一推 就輕易地給它推出來了 解開蟹繩 剪去蟹桃 用工具把蟹肉挑出來 扒開蟹殼 去掉蟹囊 蟹心 蟹腸 蟹肺 分別取出裡面的蟹黃和蟹肉 有的人認為 拆蟹像是在拆解一件精巧的工藝品 整個過程的樂趣甚至超過了蟹蟹本身 鍋內加油 下入蔥薑 把拆下的蟹殼放入鍋裡煸香 加入料酒去腥 倒入雞湯燜煮 開鍋後撈出蟹殼 加入鮮美無比的蟹黃 潔白香嫩的豆腐 和鮮淋淋的南胡檸 三種食材鮮美的味道相互交融 小火燜約五分鐘後 加入鹽和白糖開大火收汁 最後放入少量蟹肉和蔥花 匯聚成嘉興餐桌上最令人垂涎的食令美味 蟹粉白玉鮮靈 接著孔大廚用清脆甜香的南胡檸 又做了其他幾道拿手菜餚 清炒南胡檸 清香撲鼻 百香果拌南胡檸 香糯可口 淡淡百香果味 讓人回味無窮 采靈隊員們辛苦了一天 終於可以坐下來品嘗自己勞動收穫的果實了 南胡檸燕正式開席 之前吃起來這個味道是特別爽口的感覺 跟我們的這個蟹粉豆腐兩者結合在一起 這個味道特別鮮 一會兒咱們吃完飯之後 是不是大夥就都能休息了 不休息了 晚上還有采靈了 明天早上要賣出去清新的 真太辛苦了 那咱們趕緊吃吧 乾杯 乾杯 每一道食材和美味背後 都暗藏著勞動者們的執著與堅守 在一片歡聲笑語中 采靈隊又出發了 泛雪縣依舊經常和老夥伴們聚在一起 品嘗著食令和仙 聚著兒時就情 精益求精 反覆嘗試 彭姓飛對烹出白水魚鮮味的鑽研 還在繼續 每年南胡檸豐收的季節 孔萬福仍會研發出南胡檸新菜品 換代辛苦的采靈隊員們 食令食材 是給每一位辛勤勞動者最好的回饋 這些食節鮮味 不僅賦予嘉興美食與靈魂 更是解鎖嘉興風味密碼的鑰匙 民族牲 本身都在水魚鮮之間 是燃料喔 超級 Shoes